欢迎回到海峡拼金机,我是吴语书 金庸武侠小说笔下的云南大理四季如春,美景如画 每年吸引了上千万游客到这里旅游 台商看好大理观光市场,西径饭店业 还盖起开心农场,让游客能够采收蔬果享用 也有台商深耕制茶产业,在山区打造生态茶园 要抢供上百亿人民币的旅游商机 这家酒店是一座名不其实的花园式酒店 拥有一个面积勾达70亩 在大陆所有酒店中,面积排第一的花园 得益于大理四季如春的气候 即使是在冬季,花园里的樱花、三角梅、玫瑰等鲜花依然顺开 这个就是我们大理的茶花 然后这个是虎头蓝 我们大唐从来不用假花 意思就是要让客人感受到风花雪月的花 这座拥有200平米玻璃屋顶,精美木雕装饰 占地面积100亩,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台资酒店 离大理古城只有500米距离 背靠苍山面潮而海 在1996年开业时,是大理第一家按五星级标准装修的高档酒店 也是当时云南省投资金额最大的外资项目 我们酒店房间的优势就是双号全部看海 单号全部看山 每一个房间都有景 薛一平之所以在90年代 在大理投入巨资新建酒店 源自于他特有的大理情怀 80年代他在台湾开旅行社 通过带台湾老兵来大理观光旅游和大理结缘 因此决心在这里创业定居 大理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 空气水质是非常纯净 然后气温非常好的一个应该算人间仙境 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被他美哭了 1996年大理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2016年接待游客人数3859万人次 20年时间里游客人数增加了11倍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让提前卡位的薛一平受益匪浅 他现在又有了新的计划 准备投资1亿元人民币 重新设计装修酒店 窗户打得开一点 然后加个阳台出去 然后种满了花 让客人更能感受到那种 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 你看我们这种茶园 找不到了 在海外又找不到 和薛一平一样 邱吉强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台商 他和太太孟庆湘历经25年努力 在大理深山深处 通过人工培育的方法 种处一片不需要人工浇水 湿化肥喷农药 就可以自然生长的野生茶园 各种虫 比如说这些芽 它总是会被虫咬 可是这些还会发 这不像茶园 你很少见有这种茶园 这种只需要除草 平常不用养护管理的野生茶园 在全世界来说都相当罕见 虽然产量只有一般茶园的十分之一 但是这些自然生长的茶树 吸收的是周围原始森林树木花草的精华 野味十足 它不下雨我也不担心 下雨也不怕 洪灾也不怕 虫多了我也不去管它 它各种虫已经平衡了 它的植物活下来都很健壮 在台湾丘吉强最多只能种面积为30亩的茶园 而在云南 它一口气就种了300多亩 在原生态环境中种茶 制茶工序也坚持用传统手工工艺 它用碳火培制 烘焙火候甚至精确到以分钟来计算 对茶的那种掌控更细腻一点 机器比较大众 或者说比较标准化 因为茶不同 茶不同各种茶要求的火候不同 辛苦终于带来丰硕的收成 邱吉强夫妇培育多年的 野化茶园项目大工构成 茶叶品质也得到市场客户高度认可 夫妻俩现在打算去大陆各地旅游 把大山深处的小作坊改造成观景平台 那我们就把茶园嘛 二十多年了 好好再把它改造一下 把这边做个差不多五百平米的大平台出来 无论是开买鲜花的花园式酒店 还是不用人工养父的茶园 只有做出别人没有的特色 才能把生意越做越大